韓国瑜要推高雄成为自由经济贸易区 却让苏贞昌一句话打脸 国民党马英九执政的时候 曾经想要推 当时立法院国民党多数都通不过 一个自由经济贸易区 会让高雄的经济 整个脱胎换骨往前冲 至于其他中央各部会的意见 请高雄市的立法委员要跳出来 苏葵一段四个不行 第一句就是连亲中的马政府 加上完全执政都无法推动 背后甚至藏着中国统战 中国可以用这种方式 到台湾绕一圈 变成台湾制造出去 最后对台湾是最不利 甚至还被当成跟中国一起的共患 中国利用经济或者利用利益 来特别的塑造一种 让你好像会得到利益的印象 总体看起来你就觉得 哦 屈心叵测 苏葵给自经区打了一个大叉叉 尤其对岸有失败例子平坦 当初的平坦实验区 主打两岸共同家园的华丽口号 以及一天稍一亿的资源投入 却换来台商血本无归 反而成为当地走私天堂 台湾一旦有自经区 没有中国这么大的腹地 甚至还可能被美国盯上 中国来加工后面挂的名字叫Made in Taiwan 那势必你会变成美国的泡靶 所以美国一定会针对你 假设像香蕉或是花生 那我去用其他产地就好了 台湾自己本地的农民 有可能因为这样子被排挤 对内冲击台湾农业与传产 对外更可能踩到美国经贸红线 韩国瑜打着自经区大旗 就怕钱还没赚到 反而成为美国制裁的中国白手套 三十五天想成豪台北冲我倒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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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